在順明智哥你自己本身 應該也是蠻喜歡看一些影片的 所以我後來都去找他們拍MV 吸引力致命的那種感覺 其實是明智花齊龍 蒼琴鳳是完全沒有的 因為他生孩子了 叫感恩 感恩 像這樣媽媽一樣 感恩啦 Yo tempo Ready Go 給你音樂 越南人 人人有責 責任 任期 期間 監獄 預定 訂閱 好來歡迎收看第一卡巡奇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巨星 黃明志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新年快樂 我不知道今天要怎麼稱呼 就是 明志哥 要叫哥嗎 都可以叫明志也可以 明志 他們通常同事都叫我Name We 明志哥啊 他這個跨足這個歌壇嘛 然後跟新媒體其實都有很深的連結 總統講 前年好像有拿對不對 拿到最佳MV了 後來他們就沒有這個獎了嘛 對 因為太強了 對啦 那其實我們第一卡巡奇呢 就是固定在版上找一些有趣文章 來跟大家討論啦 那馬上就進我們第一篇文章 來自於女孩版的文章 他說想問各位女孩是怎麼釋懷男友看A片的 原PO他跟他男友交往快兩年 他們大二上開始同居 男生當然就開始會DIY嘛 雖然原PO明白男生就是這樣 但是他就沒辦法釋懷嘛 他想到男友會去一營別人 他就覺得很難受 很想知道就是 男生們自己來的時候是什麼心態 那這篇呢 文章一出下面的留言 是滿一面倒龍 被女生搞爆 B115說看到這種小女生文章就很想Burry 他們是覺得原PO這樣講太小女生了 很不成熟是吧 B3說是要釋懷什麼 這種事正常到不行 幾乎沒什麼女生是 沒有人要安慰她 是安慰她的 所以女生是怎樣講的呢 但我覺得我稍微有一點點可以同理原PO欸 真的假的 因為我有看那篇文章 他說他20年來他都沒有自己來過 他可能對於這件事情他就是很不了解 然後對於這件事情不了解的時候他就會覺得很恐懼 我覺得他就只是一個太單純的小女生 對於這件事情 需要開發 不是 有可能他不了解男生那種感受 肚子餓不一定要吃媽媽煮的嘛 對 可以去外面外帶啊 可是我覺得女生的A片是什麼呢 女生的A片就是偶像劇啊 那些韓劇 看韓劇來得到滿足 我也是有聽說過 有些女生比較不容易在那件事情上得到滿足 就是如果就讓她自己來 男生有辦法不要嗎 有辦法 很難 很難 他會自己露出來 台灣不是有一陣子很流行什麼事 十一月靜考月 為什麼要靜考 為什麼要靜考 這個是外國傳過來的嗎 好像是外國傳過來的 為什麼十一月呢 每個月都想這個月好好的 今年我就來認真來認真面對這個節日 完全沒有成功過太難成功 很多人都在PO什麼我第二天已經光榮的失敗了 可是你不會覺得有時候沒有那種好像真的精神 精神看起來是比較好 對啦其實精神比較好 好像有這樣 沒有我反而覺得之後的那個龍光煥發的感覺會出來 是從念書的時代就開始了 因為我以前同學有些很會念書考試就很好 然後我就問他 你是到底是怎樣念書的 他是我教你一個絕招 就是趕快就來一發 那你就不會有任何 對你就不會有任何 性很差點 所以那時候我 就那時候開始我就只要念書 或者你要專心做一件事情 創作啊 反正你要專心做一件事情 就趕快先來一發 可是我真的覺得 因為原PO他在意的是男友去做這件事嘛 他們是遠距離對不對 對 他們遠距離 那為什麼還會知道他男朋友一直跟他講 男朋友會講吧 對 我覺得男生蠻清楚的 沒有或是 可能女生去男生家看什麼瀏覽器 喔瀏覽 女生找瀏覽 不是檢查 有些女生會檢查 不行啦這樣 你說檢查怎麼會這樣 我有沒有看手指上 就是會告訴你 我們今天沒那麼硬這樣子 因為以前有個朋友他說 他在那邊吃麻卡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一定會檢查 我今天要多吃 明治哥你沒有遇過像這樣子的女生嗎 就是 可能比較小女生一點 我遇過就反而比較介意說 為什麼你一直看某個女主角 真的假的 對我就說 然後你自己回去看 已經明白了 就想問你去請問是哪個女主角 糟糕那個滿久的 應該說那時候我就在看很早期的 因為我覺得有些早期的還蠻好看的 他們的妝啊 他們的 就各方面比較自然 糟糊比較自然 糟糊的時期是有點太久了 什麼馬美真油之類 馬美油真油 黃金年代 艾田油啊 小哲瑪莉亞啊 黃金年代 Rio有遇過嗎 有遇過在意的嗎 有啊當然有遇過啊 他反而不是說在意我看什麼女主 他反而是在意就是說 為什麼我要寧願自己出來也不願意給他這樣子 對 因為畢竟男生的扣打 以前可能就這麼一次或兩次 那為什麼你不把這個扣打用在我身上 我覺得還是不一樣耶 不一樣 有時候就想要沈浸在那個幻想的世界 對或是就是那個十分鐘就結束 對而且還不會累 欸可是有時候說真的啊 你跟你的女友交往久 然後交往到三年四年 你還有辦法每次都真的兩三個小時在經驗裡 我覺得反而是交往很累久 你越會注重做功 對 不然你自己也 因為你們可能就變成是九球一次了 對 所以你九球一次 你就更注重那個品質 對啊 是 但順明志哥你自己本身應該也是 蠻喜歡看一些影片的 有啦有追啊 所以我後來都去找他們拍MV 尤其是蒼瑾空那個我 那時候跟他合作還蠻多感觸耶 因為他是很小的時候就看 他帶動了那個 童言俱辱這個名詞 那時候沒有那個句子 是啦 應該還是覺得他是個蠻性感的 風韻尤唇 真的沒有真正吸引到 就是那種吸引力致命的那種感覺 其實是明志花齊了 他主要原因是因為他 他雖然剛退休 可是因為他還是單身 所以他還是會有那種感覺 你跟他在一起還是有 你知道嗎 對 戀愛的感覺 戀愛的感覺 蒼瑾空是完全沒有了 他生孩子 感恩 感恩 像這樣媽媽 感恩啦 感恩當初的 那我想問一下護理 你覺得男生啊 如果說今天看A片跟追一些肉髒 你哪個你比較能接受 看A片我完全可以接受耶 長大之後 也交過男朋友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肉髒這個喔 我覺得 肉髒就是那些很肉的女生 就是比較肉的女生 那邊很多 那邊很多越南的啊 美國的 還有德國的 因為看A片是不是就是 這一個時間我在看 可是肉髒的話 他會就是衝刺在你的生活當中 現在女生這個 露出度是蠻高的 是吧 大概五個有三個是露出來的 那你這很難避免 你為什麼可以看到五個有三個 沒有 不是真的耶 是因為你的演算法 我的演算法 對 那我們最後 你覺得如果你今天你是 這個遠坡的男友 要不要給他一點建議 要怎麼跟女朋友講比較好 就我覺得就 就只能勸他說 就這是人事長期嗎 長大就懂了 你在多叫幾個男朋友 就可以引起 第一個重點是 你教功課一定要好好教 因為如果你因為這樣子影響的話 他更會覺得說 你就是因為那件事情 影響到你的病患的表現 那第二個就是要讓他理解說 這件事情並不是說去喜歡別人 那就是一個生理需求 就像明治哥剛才講的 就算你不自己手牌 他也會自排啊 對啊 那個夢才是夢到啊 好啦 那螢幕前呢你也會在意 男友DIY嗎 那你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給袁Paul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囉 好那下面片是來自於 有趣版的文章 警察打破我的玻璃型 那袁Paul呢 他家裡住在山上 那山上有很多 跑山的那種車隊啊 所以零檢也特別多 那有一次 他就剛好被染到路邊 然後除了看證件啊 問住址啊 還問說為什麼車子 這麼多擦傷 然後因為他是剛考到駕照 所以技術不好嗎 那真正打破我的玻璃型 玻璃型的是這一句 是警察說 啊妹妹啊 這個照片差很多內 就是他看到他的證件啦 然後最近詞很好齁 算一個蠻可愛的故事啦 蠻可愛的 就是他小小的玻璃型 被打碎的樣子 大家算是玻璃型的人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啦 就是自己的底線不一樣 如果今天我們在這個現場 我們真的不小心 主持人講一句話冒犯到底 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哪一句話 通常我講到家人我不可以 喔 對 因為我常常在網路上被人家罵 所以你問我其他東西都還好 只是他們講到我家人 我就覺得很反感 比如說我跟我爸合照還是什麼 或者是有一些新聞會訪問我爸 然後他們就會酸一些東西 我就不爽他們酸我家人 那如果我是說什麼 旁邊自拍的電影不好看啦 寫的歌也還好 如果他的東西有建設性 我會去參考說 哪裡有問題要改 就是創意的東西 本來就不要主觀嘛 像大叔或者是Lio 你們自己 玻璃型的部分嗎 大叔其實我知道 蠻多的喔 針對自己弱點攻擊的話 就蠻容易玻璃型的 升高這個點我就蠻在意 你要說不在意是騙人的 當別人講到一個 你無法改變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會玻璃心碎 第二種的話 玻璃心碎可能是被誤會 我們有一次去日本 然後去別人家做客 就是因為那時候 有一些網友可能會留言說 覺得我沒有禮貌 他們可能不會看得到 是我們錄影 卡掉的那個狀況 嚇得誤我們是怎麼樣 可能在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可能會表現得比較隨性 因為我想要把那個 稍微不要那麼嚴肅的氣氛帶起來 就會覺得 被誤會了 就覺得有點玻璃心碎 Lio呢 就是被說不好笑 哇 我已經不是帥哥 也不是什麼 結果還不好笑 不好笑 更不用磨磨 真的是 你會被說不好笑喔 不是我們出去聚會嗎 然後我們在聊天 可是那天我可能 有點小感冒 我可能沒有很想要就是 表現太活潑 表現太活潑 人家的期待你來是很活躍 他們都會說 Lio其實我覺得你 私底下好像沒那麼好笑 哇 對 人家也會這樣講我 對 可是他們是想 我比較安靜 我知道那個感覺啦 可是沒有到玻璃心啦 應該去講 就不好笑啊 我以為沒有要弄你笑 是不是 就算是個被子啊 又是這種 好 如果明日花齊樓可以說 那我也贏 其實不好笑 基本上會見明日花齊樓 一定是把狀態調到最好笑 對 前天晚上還敷面膜了 其實我覺得我算是個 蠻不玻璃的人 現在我腦袋裡面想到應該就是 我之前有被人家說就是 講話也很猥褻那一點 我會 湯匙不要那麼猥褻 不是因為我覺得也是有一點被誤會啦 我覺得我覺得 這是事實啊 沒有 你靠北 就你們害的 就你害的 就我害我有嗎 就我講的嗎 你被說像小蕭虎男 你是開心的嗎 我其實滿開心的 他來DK拍那天我剛剛也是在 對 然後我看到他本人 我覺得他本人比他的影片再更漂亮 所以你有看過他的影片囉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剛剛一直講話超殺 所以你後悔影片囉 超級無憑 超級無憑 欸啊你之前被說射龜 你有沒有在意 我比較會在意的是什麼 就是說 喔什麼利偶就是射 因為他 他只會追追蹤奶奶妹的照片 可是也不能說錯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幫利偶講一句話 就算很多人他現實中 看起來好像沒追 他私底下也是看得亂七八糟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利偶這樣坦蕩蕩 對啊 其實也沒有什麼 我很羨慕他這樣 對 因為他就覺得他很不他自己 他射得很理直氣壯 總比有一些人他可能還開小帳 然後追一堆 有沒有 活在陽光之下 我有之前也想過這個方式 你這個 後來就坦蕩蕩蕩蕩蕩 射龜就射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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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射了這樣 好啦 那你也有過玻璃心碎的時刻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囉 好 最後再來就是閒聊版的文章 打工心得和密心文章的整理 他將眾多卡友 在各大全企業打工的經驗 做一個極大成的分享 首先是這個在一個知名素食店 他在裡面打工過 玉米濃湯鍋用完之後 他們通常就是用自來水沖過之後 就會煮下一鍋 濃湯的甘稠 還是會黏在鍋子的大部分 他們就只是拿那個母布把它擦掉 這個我好像覺得還行嗎 我也覺得還好 那我先拋裝一句 好 大叔先拋裝一句 我在某知名便利商店打過工 這種操作他可能會有黏音嘛 歡迎光臨這種東西 但他其實這東西是被要求的 是一進去我們就要受訓的 歡迎光臨 就是他就是要唸那個尾音要往上拉 差不多歡迎光臨這樣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不行不行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例如說大家不是吃餅乾 就是餅乾貼那種 對啊 我們會把角角往內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所以你不是只這樣丟上去丟 不是只有每一包都要摺好 大家看起來才會覺得 喔 秀色可稱這樣 所以我以前在雞排店的時候也是他們 老闆你是會叫我們就是 炸好幾片 擺在那裡 因為那個人來點的時候 他看到雞排在那邊 金黃色這樣 讓人家想要點 可是那幾片我們通常不會賣的 如果再密心一點呢 那幾片呢通常是 誰得罪我們我們就會賣它 它比較會乾掉 因為它在那邊放很久 然後你要再炸多一次 那它就比較乾了 那種講話很雞掰的人 那種人弄 好 你等我 我今天就給你那一片 你這個在工地打過的時候 有什麼密心嗎 我之前在一根那種就搭舞台的 然後搭個七八天 那個就真的蠻辛苦的 對 你突然間會坐在一半 突然間看到一根東西 鐵從上面掉下來 在你前面 我是覺得這些 他們的安全各方面 其實是沒有做得很好 還蠻危險的 明治哥主要就是雞排店嘛 還有購這個工地 工地啊 還有去幫人家裝過那些鐵窗 鐵窗了 為什麼明治哥都專門找那麼高難度 你不能去便利商店 錢比較多啊 有時候缺錢嘛 有時候趕在要繳一些學費 還是一些雜費這樣 可是我要靠自己 然後我們就上網查 就是說有什麼公司 在台灣是比較好賺錢的 然後就找到兩個 一個就是試藥 你們聽過嗎 我有聽過 我大學我有聽過 喔試藥 試藥 四兩三個月這樣 然後要驗學 一天到晚去抽血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洗濕體 你洗過 我沒有洗過 所以那時候我在 那時候我在考慮這兩個 要選一個 我會選 如果你是你們會選哪一個 我大學的時候有做過試藥 所以我有那個 我不敢了 我應該要選試藥吧 可是洗濕體其實我 很好賺喔 一個也有十幾萬 其實這樣講起來 就覺得 我有去問了好幾個類似這樣的工 可是做不下 知道最後還是做不下 可是這些打工經驗 也成為你寫歌的養分吧 會啊會啊 工地的時候會 就是那種感覺 覺得以後一定要成功 這樣不能一直帶在這裡 就很適合 突然跟憲哥合作那種 慢慢做起來 慢慢做起來 是是是 兩位呢還有什麼 很特殊的打工經驗 我之前是在一間咖啡廳打工 然後他就是會要求說 檢查每一個 可能餐具棟裡面啊 有沒有任何灰塵啊 然後植鏡一定要喚醒啊 然後我們餐具送到後面 都一定要給阿姨吃過 然後要消毒 就是超級講究的 我覺得我之前在 就是像這種小打工上面 都遇到滿有良心的店家 你知道我想到我之前在一個火鍋店 我有在火鍋店 然後就是有個術語 叫做客人還要 就是他如果這個客人 前一桌的人吃完 他這個東西沒有動的話 那可能他還會拿回去之後 廚房處理一下 他可能變成新的這樣 可是有些人其實如果知道的話 會很介意的樣子 像你有口水病 嗯有點怕耶 你現在很怕不然是火鍋 還是有去吃 不知道就沒差對不對 不知道就沒差 那螢幕前呢 你也有一些特殊的打工經驗吧 有沒有什麼秘辛也可以跟我們分享喔 好 那今天 民視哥來應該是有一個 最新的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哇 這是我的最新專輯 就是Vinominum 裡面有好幾首合作的歌曲 有跟憲哥合作的 還有陶智姐合作 陶智姐的 主打歌是千千萬萬跟我 就是在跨年有唱的歌 因為Phenominum 是現象的意思 所以那時候我就出了 那首歌叫玻璃心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 全力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還是做回自己 就是做為自己想不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一定會有人支持的 好 那我們再次謝謝 今天的大來賓 黃明志 好 那最後提醒大家 有趣的事情都在D卡上面發生 現在不限學生 只要下一個D卡APP 就馬上找人跟你討論喔 那我們D卡巡集 我們下次見 掰掰